你是不是真的覺得 這個男生跟女生 永遠都好像是有男主外或女主內的感覺 那麼當然囉 我們就先從我們八位的新住民朋友 你覺得對面那四位其中 誰比較不愛或者是不願意 或者是不可能做家事 像你寫著 Steve跟David 這次你的答案是Steve跟David 我想先知道一下 有含著個人情緒嗎 沒有 我是非常 公正 對 公正 因為大家都知道 Steve每一次他自己 認為他是 是不是 是不是 好像是 我是一開始的時候 就 當然是以為是開玩笑 可是後來我 我自己也是很認真的懷疑說 他是不是認真的 因為他到現在還是覺得 你看他手上有筆 他沒事 TV Star 對啊 準備幫人家簽名用的 不是 認為我是TV Star 因為別人肯定我 他就說就是TV Star 我是覺得怎麼辦 那個 當TV Star的人 我怎麼敢請他做家事呢 是這麼有名的人TV Star 是喔 所以你會覺得他可能在家 就老婆叫他做點什麼 他可能會反 欸 我是明星耶 你怎麼能不能叫我做這種事情 沒有 我會快快樂了 等一下 然後 我還沒上碗 對不起 然後呢 因為他跟小平常都一樣 他就身體就比較大一點 對 所以 我就無法想像他在廚房就洗這麼小的碗 或是做菜之類的樣子 我就無法想像 然後呢我是覺得David 那個David的外表 看起來有一點 有一點點像大男人 對 然後呢 就因為他在那個餐廳做的工作嘛 所以他每天在廚房啊 或是弄很多東西 然後回家 他不可能會想做 不要再做了 對 因為我覺得他們兩個 是 好 非常中肯的建議 好啦 男生該你們囉 我覺得是主主比較不會做 因為我看他的樣子 我看妳可不可以修一下妳的手指 指甲 請 十隻手有五個顏色嘛 好可愛 這個時間就要花很久很久 哪有空還要做駕駛 我如果要拿一個那個洗鎮器給妳 妳搞不好會覺得 那個是那個卡拉OK馬車 我這麼誇張嗎 你這麼誇張我 那不是能做駕駛吧 那腦子有問題 所以可能對於這個 家電製品可能也不清楚 不太清楚 OK 就完全是一個愛玩的樣子 沒關係好多人嫌妞 你搞什麼 Steve 豬主不會做那個架式 你們誤會太大了 真的 因為沒有 不是我誤會太大了 因為他很會挑老公 所以他不會做架式 因為他已經挑好一個 會幫他打理得非常好 所以豬主的腦子非常聰明 欣賞他 等一下所以不好意思喔 所以你會覺得 你們的太太都選錯人了對不對 真的 我覺得 我覺得豬主的老公 就是 就是 是被豬主 英文就講handpicked 就是挺他的就對了啦 不對嗎 沒有啦 你講得非常好 TV Star 我不是TV Star 你誤會 我是TV Star 什麼 搞清楚 體驗